不管是谁一定要是有那个分量跟侯友宜能够作对厮杀 而且有胜选机会的 否则那个领头羊就不叫领头羊了 那个领头羊如果输掉了 那个民进党就算输掉了 所以这个几乎就是民进党 为什么排除台北市未来民进党提名 因为台北市 台北市基本上因为它现在本来就不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嘛 它现在是柯P的白色力量 所以它究竟它在反这个拿下来的地位上 你想想看六都里面 现在国民党只有这一都 让国民党这一都都没有 那当然是一个战略上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2020来讲 所以台北来讲退而求其次 让国民党不要再执政在台北市 就变成了一个次要的战略目标嘛 因为台北市你就这个柯P最差的情况之下让柯P连任 这对民进党来讲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思考自己不提名的原因 只是如果今天有刚才提到的林长佐这样子的年轻人 你不是强调如果好好提名人选三组鼎立是百分之百确定 对啊 只要好好提名三组鼎立可是谁赢谁输资的未定之天啦 对 可是造成三组鼎立的局面是应该确定的 可是民进党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吗 因为民进党是一个非常依赖民调的政党 基层有信心你们曾经操盘有信心 到底民进党内谁没有信心 认为一提名之后会让国民党因此胜选 连柯P也落选 这到底依据何在呢姚老师 这一点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这一点我是真正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思考 甚至于去我们叫做不礼让的礼让 说第三条路说又不礼让又是礼让 就是你刚才提出的林昌左 因为林昌左不是党内人士 他是党外的人士 那也没有也没有礼让柯P的问题 因为不提名像是礼让 可是不提名集成的去支持林昌左 这等于也不是礼让也不是被礼让 这的确是第三条路 那既然如此的话 为什么不自己提名呢 对不对 因为自己提名也可以去争取 自己集成的党员的支持 跟年轻人的支持 完全像我一样 可是我完全不能想象 林昌左的路线跟这个姚文字的路线 有什么样的不同 虽然在年龄上来讲 林昌左稍微年轻一点 可是姚文字究竟他的理念跟他的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吸引人 再见 趙